11月23日,在南京,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举行了约翰·拉贝诞成130周年纪念活动 来自中德两国各界人士共同向拉贝先生雕像敬献鲜花,共同缅怀他 当日,一块崭新的纪念名牌被挂在了纪念馆门口 南京好人是受拉贝先生保护的人们对他的称呼 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期间 约翰·拉贝与实际委外国友人共同建立的南京国际安全区 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挽救了25万中国难民的性命 这个拉贝当时居住的小院就保护了600多位难民免遭日军杀害 而他当时所撰写的拉贝日记已成为重要史料 所以我们今天纪念他实际上也是为了弘扬他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对人性的这种大爱、关爱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觉得在当今的世界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和平的理念 我们拉贝故居、拉贝纪念馆 实际上建造的目的不是说让人们永远记住仇恨 对吧,我觉得还是要以这个和平的理念 就是说大家要热爱和平、要维护和平 从2006年10月31日该纪念馆开放至今 总共接待了海内外参观者近10万人次 当日在纪念馆内,记者见到了一位来自奥地利的志愿者 他正向前来参观的观众讲解拉贝先生的事迹 如今他已在该纪念馆做了4个月的义务抢劫员 2009出来的那个电影就是叫拉贝 中文可能就是叫拉贝日记 对,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感兴趣的 然后就是看了那个电影以后就已经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 一来到这里以后就是对拉贝这个身心就是会越来越熟悉的 然后越来越感兴趣 然后就会愿意帮别人来接待 然后会自己做研究 对 因为他本身是那个推荐员 虽然然后他这样的身份的话 然后他利用最好的身份去帮助 对不对 嗯,那个是我们的当时的中国人民 然后应该说对他还是蛮佩服的 柏林时间23日 柏林也会举行约翰拉贝诞成130周年的纪念活动 约翰拉贝1909年来到中国工作 先后成为北京、天津、南京西门子分公司经理 他在中国生活了整整30年 1938年春 拉贝回到德国后发表演讲 揭露日军在南京的疯狂行为 遭到盖世太保的迫害 1950年约翰拉贝逝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